西越华山是秦岭东段 芝买分水起北侧的一座花岗面山 千百年来 一直以挺拔俊桥的山峰 和难以攀登翻越 被称为五越第一线 现在我们能看到远处那一片 只被比较小的那个山头 就是华山的西峰 它的海拔高度在2082米 听起来啊 这个海拔不是很高 但是你想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是五百多米 然后到上面相差了 一千五百米的 将近一千五百米的这个高度 而且呢 就是它的坡度是非常陡的 很多地方都接近 七八十度的这个角度 在华山境内 这几个山峰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地形 华山有五峰构成 其中东南西山峰顶足相依 宛如一朵莲花 故事花与华字相通 华山也因此而得名 我们设置组选择 华山雨中的登山古道 前往华山峰顶 由于和向导约在北峰界面 开始的攀登就由我们独自完成 据说最初华山太险 没有通向华山峰顶的专门道路 唐朝随着道教兴生 道徒开始居山见惯 并逐渐在北坡延西国而上 在岩石上开扫了这条登山险道 以前这条道路 是人们登上华山珠峰的唯一道路 于是就有了 自古华山一条路的说法 如今为了方便游人游览 华山上又新建了两条登山所道 和一条步行登山道 自古华山一条路成为了历史 顺着银行的这条登山道盘登 人们可以一边感受 华山古道的种种艰险 一边一步幻景观赏沿途风光 极有乐趣 所以不少徒步攀登华山的人 还是选择这条经典的登山路线 我这个路越来越夹 而且越来越陡 我看这旁边 这还有台阶 这是老路 这是最早以前的路是吗 你看这个 有的地方还不到这样一眨宽 那这个会更麻烦 更不容易上山 这边是后来行凿出来的 这样一条路 但是你看 就在这个山峰中间开了一条 而且上面的坡度 基本上是将近七八十度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铁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一个是保护安全 另外一个你可以借助它 能够更好的爬到上面去 千尺状是陡峭的岩石裂缝中 人工开枣处理一条小路 长八十多米 只有一人多宽 三百七十多级台阶 都是由山体凿克而成 每级石阶的宽度只有十厘米 仅能容下侧方的脚掌 千尺状的道路越向上越窄 并且异常逗桥 很多地方必须手握铁链 手足并用才能登上 你看这儿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看这儿能看得出来 这个铁锁链有多粗 但是到这个 它们连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只有薄薄的一点了 那像这样的话 就得换了 是啊 只要磨损得比较厉害的地方 都要换掉 高龙说 千尺状平均每七个月 就要更换一次铁链 从铁链的更换频率上不难看出 千尺状的险峻和游客的数量众多 传说早在一千多年前 有人发现 猴子顺着这条绝壁 一路攀爬上山 胆大好奇者 便试着尾随猴子的足迹 在山石的缝隙上 打入木桩登岛山顶 唐朝以后 上山修醒的道士们 沿着这条轨迹 凿出一个一个简单的脚窝子用于攀爬 直到明代 这里才出现铁链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慢慢形成今天的样子 过了千尺状 离北风已经很近 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攀登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华山的北风 这里三面都是绝壁 只有一条山林通向南面 站在峰顶远远望去 有天外三峰之称的西南东三峰 浑然一体 直颤一销 十分壮观 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华山的北风 这里的海拔高度是1614米 从这个位置就能很明显地看出 华山是一座巨大的石头山 好多地方的植被都比较稀少 在华山一路美景不断 我们也约了一位 对华山特别了解的摄影爱好者 就在前面 走吧 北风是华山五座山峰中 海拔最低的山峰 也是登临其他四座山峰的必经之地 从这里开始 一大段登山岛建在山脊上 显得异常惊弦 在北风风顶平台下 我们见到了陈文斌 他是华山土生土长的 农民社业外号者 对华山十分熟悉 我们一会儿走什么样的线路 咱们一会儿就从这边走 你看 自古华山路就从这边往上走 赶紧上 就走那条老路 对对对 那条老路 咱们现在你看站的位置是北风嘛 1614.7米的高度 咱们南风是2154.9米 落差将近500米 这个大概四公里左右 但是时间上像我走的话 都得两个多小时 这么难走 对对对对 而且从这往上走 许多险景都在这条路上 都能够感受到 什么在这条路 对对对 那我们就赶紧走吧 行 走 华山是一块长约20公里 宽7.5公里 突出地表 2000多米的一整块花岗岩巨石 在极客山峰键盘灯 就是沿着这块大石头 不断上下行进 从北风出发 前往南风的第一个险道 就是擦耳崖 它是沿北风山脊 临着深渊的一块大石头 开造的登山路 陈文斌介绍 古时的擦耳崖 只有一尺多宽 西边是高耸的悬崖峭壁 东边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游人必须身体紧贴崖壁 侧身一步一步挪过去 因此得名擦耳崖 离擦耳崖不远 便是华山的玉道 据说汉武帝和唐选宗 曾来华山 由此登上主峰 道路两行的小石窝 就是那时为了皇帝安全 在道旁设置石南石留下的 在玉道上 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 周围山峰蒸容的外形 和托五的山势 陈文斌介绍 华山独有的地形特征 与地质构造 有着密切的关系 华山周方圆四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左右 它属于这种 华山独有的灰纹花岗岩 咱们华山属于秦岭的东端 北坡的东端 你像秦岭的西端 宝级那个地方 其他那个山势就不一样了 它没有咱们这种 特别陡峭的 它是以第四冰砖一级那种形式 就是从东再往西 这个山势会慢慢地变得平缓 也是岩壁就是岩石结构不一样 缓的程度也不一样 就唯独就是华山这个 是特别突出 你像其他的山 它没有这种 俯匹刀销这种岩壁 在华山盘登 它的险峻给人一种 不间断的吸引 几乎每一步都有新鲜的东西 疲累很容易被忽略 遇到往生不远 已能远远望见华山 著名的登山险道 苍龙岭 清黑的山岭如一条悬空的苍龙 蜿蜒盘旋在北风的尽头 在这个角度上看 觉得这个坡度会更陡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侧面上来看 对对对 而且你看就那个路特别窄 这也是唯一的一条上山的路吗 这个现在不是唯一的 现在有两条路 这个苍龙岭你看 像一条龙街 人站在上面 你手不抓稳的话 随时会有吹下去的感觉 因为它没有一点点的遮挡 对对对 风直接就吹到你身上 所以说 好 考虑到安全原因 然后就旁边这个叫飞鱼 又修了一条副道 苍龙岭是在华山渔和黄浦渔分水济上 开出的登山路 140米的石阶 临近着北风和其他紫风 零级500米的高差 让道路坡度达到了45度 不足一米宽的道路两旁 是几乎垂直的万丈深河 苍龙岭登山路在唐朝以前就已出现 最初 铃级上只早有石窝 两旁没有护栏 人们登岭多是爬行 到了明清时代 苍龙岭有了250级台阶 并逐步增值现在的530余级 对于苍龙岭的攀登前来 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韩退支应该是韩玉是吧 韩玉的书名它叫做退支 当年韩玉被贬 就是贬值以后心情不好 来到华山 还是晚上爬的山 爬上去以后 第二天下的时候 下到这里是不敢下 白天他看出来那个路很险 他是晚上上的 不知道害怕 白天下到这堵支堵支 都不敢下了 下来没办法 写了封遗书 就扔到沟里头去了 被那个锅炉的交付给捡到了 捡到以后送到县令上 县令一看是韩玉 当时都是特有名的人 然后就赶快派人上来 营救他 营救他 他又不愿意不愧喝 给他灌醉 灌醉 然后用被子裹上 然后给他抬下去 这样才下去的 所以说有这个 寒退支 口疏处 过了苍隆岭 已离华山东风不远 这边 步行十分钟 就可以来到自古华山路的尽头 金锁关 咱们现在来的就是金锁关 现在咱们就来到金锁关 金锁关它是有说法的 它是海拔高度 大概就是1900左右 为什么叫金锁关呢 它关里关外 有个温度分叉 而且还有什么 从金锁关才能分 东风 南风 西风 这三个风 你从这儿要分路了 就是必经之路 到这三座风 对 那您刚才说 关里关外的温度 还不一样 它这个很神奇 如果到11月初的时候 若您能来到华山 站到金锁关 楼楼底下 然后外边如果是飘雨的话 里面就是飘雪 就几岔这么多 这么一段距离 就站到一个位置上 只需要回头 这边看 这边看 一边是雪花 一边是雨滴 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 温差在这儿比较明显 始建于唐朝的金锁关 道家认为是华山人间 与天界的分界 只有过了这里 才算进入仙境 而上山朝境的人 更多则是冲着金锁关的名称 在这里挂索祈福 希望可以大来好运 离开金锁关 我们前往南风 去参观被称为 华山第一线的长空战道 海拔2154.9米的南风 是华山最高的山峰 看一下这几个字 悬崖恶马 这有个胆小的人写的 胆小的人 你就走这看一看 就往回走了 就回去了 就往前走了 对对对 下面更可怕 越这么说 我这心里面越紧张 不过安全是有保障的 长空战道 位于南风东侧的山腰 依附着悬崖绝壁搭建 相传是华山牌第一大宗师 贺志珍 为远离城市修建的道路 这里被称为 华山险道之首 一直是人们来华山 历险叛弃的地方 为了保障游人的安全 2005年 站到家庄的保险省 游客都要系着安全带 才能通过 手抓这个铁链 卡住 打开一个送一个 两个不能同时打开 就是让它总有一个是 在保护状态下是吧 对 双挂钩双保险的 你打开一个就算 那个没挂住 还有第二个 好 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铁梯子下去 对 这个铁梯子完全是空的 我现在已经腿开始有点发软了 在哪儿啊 从山边站道到山腰的木站道 要沿一条沿系间的凌空旋梯 下降十多米的高度 当地人称这一段为通天梯 通天梯的落脚点 由横贯载十分中的铁条构成 沿着崖壁垂直白裂 人们必须手腕铁锁逐脊而下 在通天梯临近北部时 凌空旋梯变成了 掘壁上凿处的脚窝孔 向西平移一段距离 才能到达悬架在崖壁上的木站道 虽然事先我们的记者 对长空站道的惊险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第一次在几百米高的悬崖上行走 一时间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一到这的时候 我还是 就是这里面的那个恐惧 还是一下子就 就完全就上来了 你稍微刺了一点点头 就能看到旁边的悬崖 那个路就只有这么宽 我觉得我要在这里稍微 休息一下 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长空站道将华山的险 发挥到了极致 也是对挑战者勇气的一个考验 为了能亲身感受华山第一险的险峻 我们的记者最终还是克服了 对高空的恐惧继续攀行 在陈文斌的陪同下走到了木站道上 对 你先试一下 很结实的 我试了一下这个木板是挺结实的 但是它在晃 而且它不是平的 它是这样斜着的 就这样往前走吗 对对对就这样便宜 站道长约三十米 外侧没有任何遮览 人只有抓着石壁上的铁锁 紧贴石壁侧身而行 从站道向下往去 沟河峡谷尽收眼底十分壮观 行走在站道上 不由让人惊坎 七百年前修建着的勇气和毅力 到头了 好开心啊 成功战斗挑战成功了 我们体验过成功战斗之后 才真的能理解这个华山的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虽然说这一路上 会有这个安全绳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勇气 要克服自己心里面对于 这种高空悬空的这种恐惧 但是我觉得只要挑战成功的 都是勇敢者 华山的险路总是出人意料 木战道到头后 我们又遇到了一段 刻在岩壁上的石窝路 去往最后的终点 还需继续走完这十四个石窝 这个地方叫什么 胡孙愁 胡孙愁 连猴子都看到他发愁是吗 对啊 就完全是侧着身子 踩在这个岩壁上面 小小的凹凑 哇 我觉得这个跟走那个木板长空战道 有异曲同工之险啊 走完最后一段险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长空战道的尽头 它是南方岩壁上深处地块巨石形成的平台 这地称作全真岩 是元代高岛赫芷珍修店的地方 全真岩的沃隆松和磨牙石刻 都是华山著名的景观 这个相传的是刻语南宋时期 因为华山属于道教 全真七字当时那个刻 因为它这个古时候不知道怎么刻上去 你看这边是笔直的峭壁上去 上面是道坑过来 对就是整应该如果要刻的话 人是这样悬着的 按现代的话就刻这个刻业 按古代它用什么样方法到那个位置 怎样刻那个 而且我们都没有在这个岩壁上面 发现有人行动的那种痕迹 没有没有没有 从底下看峭壁上没有也没有 所以说古人是很神奇的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对对对